死告人机模式 也就是你们长头的暗剧突围 伪装者模式 开局一把鸟狙 为什么叫它鸟狙 也就是农民用来打猎的枪 至于这把枪的威力 你们可想而知 开局复活灯塔的工地附近 本来是想去污水场看看 由于我们进途的时间比较早 游戏时间还剩31分钟 污水场的山上会有许多打狙的玩家 所以我选择去灯塔的新区看一看 去灯塔新区的路上只有这一座桥 如果你的装备比较好 不建议你去新区 进去一条路 出来还是这条路 如果有个老六玩家堵桥 那么你的结局可想而知 再去新区的路上摸到了一把V型冲锋枪 可惜子弹少得可怜 只剩不到10发 虽然我6的人比较多 但是在新区的路上我也非常的小心翼翼 俗话说夜路走多了总会遇见鬼 在摸手雷箱的时候摸到了一个摔泡 我就知道这局注定不平凡 经过一路的探索来到了新区 发现新区的房间门已经被开 这就证明房间里有玩家 在经过短暂的等待以后 听见楼里传来了枪声 在趁着敌方玩家打架的时候 我们赶紧进入 进入新区以后赶紧关门 给敌人造成一种没来过人的假象 然后再找一个相对隐蔽的地点 让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个收看人登查 没想到炸掉这个玩家 身后还有一个脚步声音 鸟居属于中远距离武器 况且我们的子弹还是比较垃圾 近距离作战会对我们非常的不利 在趁着敌人受伤恢复状态的时候 赶紧换位置 但凡我子弹好点 但凡这是一把全自动武器 这个玩家早没了 我准备找一个制高点去架包 我就不信你不舔队友的包不撤离 来到山顶以后 发现有被打掉的美军 美军的身上除了手枪以外 其他物资全部被舔 舔完包来到视野开口的地方 准备架一下敌方玩家的包 我就不信你不帮队友舔包 在这里一直蹲到战局只剩6分钟 也没有发现这个玩家出现过 此时我猜想这个玩家很有可能已经撤离 为了防止被这个玩家偷袭 我选择从山顶的另一侧 绕到敌方玩家的身后 还好在有惊无险的情况下 终于抵达了地面 说实话我不确定这个玩家 到底有没有撤离 俗话说小心使得万年船 经过仔细地拍摄 拆点以后并没有发现这个玩家的位置 准备拉一根枪线 看看这个玩家是否撤离 多少这个结果让我有点出乎意料 这个玩家是真的有耐心 没想到在楼里等待我的出现 这时我只听见财木的脚步声音 并不能确定这个玩家在几楼 在经过仔细地拍点以后 基本可以确认这个玩家就在二楼 直接爆头将其打掉 此时游戏时间只剩一分四十秒 我只能赶紧扔掉手中的枪 拿上敌人的背包还有武器 赶紧撤离 来到房间外的时候 游戏时间只剩一分钟 我甚至都来不及看见敌方玩家的背包 带了一些什么 当然这个结局可下而知 没错 最后我迷失了 白给我是专业的 白给是专业的 03 5 0